桃園市龙潭区石门国中橄榄球队成立已经有40年历史了 年年都缔造了傲人的成绩 他们还连续两年拿下了全国十人制冠军 成绩真的是表现亮眼 今年7月球队将会远征纽西兰来参加交流赛 希望能够为台湾争光 桃園市龙潭石门国中橄榄球队是成立40年发展健全的队伍 每一年都在各大比赛中获得佳击 去年与前年更连续两年拿下全国十人制冠军 打败过去强劲的对手将冠军奖杯抱回桃園 今年选手将于7月前往纽西兰参加交流赛 选手正在运动场上培养团队合作默契 努力发挥实力为台湾争光 比赛的时候需要调整自己的体能状况 然后训练的时候也要好好做教练给的课表 体能课表这样 就不要害怕 因为一定有方法锁下来 就是比自己大致的一样可以锁下来 我觉得自己的训练 每一次的训练都要自己调整 跟团队要有默契 不然比赛会打很乱 就会很多失误 会得不了我们自己要的目标 桃園市已促成橄榄球三级衔接 球员在国中毕业后可置身观音高中 大学有台大师大台北医学院等多所学校可选择 让学生无后顾之忧全力冲刺 而这一次能够到纽西兰挑战强劲队伍可大幅提升战力 不过学生多数来自单亲原住民等弱势家庭 出国的旅费成为庞大负担 他们有一个梦 他们想除了在国内比赛之外 他们想到国外去参加国际级的比赛 所以我们作为我们学校的 作为他们的家长或者是老师 我们当然希望演孩子一个梦 那我们也向体育署申请南向计划的补助 但是可能经费上可能还会有所不足 这一点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协助我们孩子 演他们一个梦 团队一行人共22人将前往纽西兰共10天 体育署南向计划补助有限 希望各界协助帮助这群学生出国圆梦 为台湾争取荣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